有一个骑共享单车的小哥哥 他体验一下我这个车 怎么样 挺重的 你怎么想起个共享单车出来呢 这个方便 他是实行摊 就不用搬接破台 你加油走啊 走快点啊 我走不动啊姐 走不动啊 我不习惯 你靠里面走点吗 还是感觉太重了一点 太重了一点 对 还行吧 两个一天推5公里 我都推不了 你从哪里骑过来啊 我从广州骑过来的 广州骑到318 广州骑到成都 嗯 就骑这个车 没有 我从广州骑的是另一辆 也是哈楼的 嗯 后来到成都了 我就问了一辆 就在这一辆呢 那你到成都去了 那辆车怎么办呢 还了吗 就还到成都了 还到成都了 给你扣了多少 啊 扣了 有没有扣费 我是办了 办了个年卡 办年卡呀 好家伙 你看 半张年卡 从成都 这个车是从成都骑过来的 是吧 对 从成都骑过来的 成都骑到这里 小车有3000多公里啊 走多少天 从广州到成都用了26天 然后成都到拉萨呢 成都到拉萨走的是那个 村账318 啊 用了27天 27天 对 拉萨到这里呢 拉萨到这里是对5天了 对5天 26 27 53 58天 出来的 58天哈 嗯 58天可以 那你住宿怎么住呢 我带帐篷 带帐篷了呀 嗯 我是跟你一样都是 露营的多 露营的多 对 这个 这个马拉包要给你打个广告费啊 哈哈哈 他只要不抓我回去就行了 抓你回去 你把年卡怕啥呀 又不是 偷他的是吧 对对对 啊 新上新上 这车 很轻吧 是不是 嗯 我骑了会两个月的很轻的 嗯 我每次遇到河里 我都给他洗澡 是吧 他为什么要骑这个车 因为 他不会补胎 哈哈哈 这个 这个是实性胎哈 对对对 挺好挺好 我觉得补胎好麻烦啊 我就不会补 我做饭 你要不要一起吃点 啊 我做饭呢 等不了 我要 我要到安多去了 你那么赶时间吗 50公里 你说 我说你平时要赶时间吗 我不是赶时间 我是今天 今天 骑了135公里 嗯 我要我要骑到安多去 骑到安多啊 半路露营太危险了 还好啊 还有50公里 大概要骑到9点10点多吧 也别必要 路上没有村子的 有镇子的 我是 他有计划的 我是打出20天 骑完村障 嗯 清障线 可以可以 好 你要赶路 我就不留你了 你落村庄最安全 你多大呀 九几呀 你先说你九几的 你肯定比我小 95年的是吧 你刚才说 对对 95年的 哎 比我小哈 但是现在95年的也 27岁了 好吧 没有吧 26 26 27有什么区别啊 到了青海又怎么打算 又骑回去 我到西宁 啊 到了西宁 西宁 我又打算骑到北京去 这个小伙子呢 他既不拍视频 也不直播 那你收入呢 收入怎么呢 我是 工作 涨钱 然后出来玩 然后玩完了之后 和西宁工作 完了 钱完了 我这回就工作 就这样 嗯 不搞自媒体 不搞这种直播的 因为我是短期的 你搞这个 收益不怎么样 看情况 你搞这个 现在自媒体实在 它会影响我的行程 影响你的行程 你每一天要直播 是吧 嗯 还要住电 补充电 这样呢 会有一些 有利必有病 这个自媒体 对于我们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露营的那种 啊 我也是全程露营啊 我基本上全程的 能露营我就露营 嗯 我基本上全是住车里 然后有电 我就 我就 搭档棚 露营 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在有人家的地方露营 把电放人家里冲啊 也不一定非要住电了 对吧 对 嗯 等一下我给你拿点 拿点 你把这个 不用不用 拿金一块这个水 你拿着 凉了我不能喝 来 拿着嘛 我给你一个拿着 不要客气 有水 拿着 他说你没水 拿着 我又拿点水果 今天我走了 135公里 拿苹果栗子 那么多干啥 拿着嘛 这个鸡翅你要不要吃点 拿几个鸡翅吃 不不不 我吃不完的 坏掉了 拿着嘛 谢谢 拿着 你一直跟苹果一样一个 哎呀 你别跟我客气 好吧 拿着 那你 你要从那里补给啊 麻烦了 我不用补给 然后这个鸡翅 你带几个 在路上吃 鸡翅吃 不吃了 不吃了 鸡翅吃 我有干点的 哎 你都教我大姐了 你就听我的话行吗 不要跟我在这里客气了行吗 你应该比我大一点 对 你应该吃了 你应该吃了 你应该吃了